欢迎收听快乐风加南 到海边来细水 不过也是因为这样 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幸的溺水事件 所以面对这些不幸的溺水事件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自救救人 才有办法我们暂时去细水去游泳 都可以很快乐的消暑呢 小林今天车到转家来给我们教 所以各位好朋友 大家锁定我们的家乐电台FM92.3 还有我们今天有脸书直播 所以听得到也看得到 脸书的话请大家赶快赶快 脸书上搜寻快乐联播网 找到我们今天直播的画面 请大家给我们支持一下 给我们一些力量 就是在我们的脸书直播画面 帮我们按赞分享 给我们更多的鼓励 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我们家乐观 水上救生协会的理事长 吕文正理事长 吕理事长来跟听众朋友问好 好美丽的主持人 我们小林小姐 还有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听众 还有以及看我们脸书直播的一个好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吕理事长的铁粉非常的多 所以呢麻烦一下 让吕文正理事长的铁粉 赶快用力量来给我们支持 到我们快乐联播的脸书粉丝团呢 按赞分享一定要把他分享出去 因为吕 我们昨天的时候细水游泳 这个呢防腻的一个步骤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需要大朋友小朋友呢 都把他学起来 作为我们基本的一个技能的话 以后吕 我们昨天不关键 突然有人有溺水的状况 还是说自己去游泳啦 自己去散水的时候 都可以很快乐 很安全的 那吕理事长要不要来告诉我们 通常我们在做这些水上活动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事 要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自救救人呢 好 谢谢 今天我们小林主持人 针对我们夏日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来做一个讨论 我想我们大概这个细水这个部分 是目前常常要在夏天 最舒服也最好的一个休闲运动 那我大概会针对这个细水的部分 来分为两大项 我们常常会遇到 遇到我们遇到有人溺水的时候 这个是属于抢救的部分 那我们有时候要去 从事这细水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知道 哪些的水域可以去 哪些的水域不可以去 再包括哪些动作可以去做 哪些动作要避免 那我们大概就分为所谓的抢救 一种 那预防一种 那我们常常会遇到说 到一个游泳池也好 到一个开放性水域也好 常常会遇到 有人溺水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我想这个 我们常常在校园 也是在外面的一个报章杂志 常常在宣导的 就是所谓的救命舞步 叫叫声抛华 这个是非常实用 我们把它记起来 这个口诀也非常的简单易懂 叫叫声抛华 卯看我们脸书直播可以看到 今天理事长很用心 还准备了我们的叫叫声抛华 我们的看板 没有错 很简单 把它记起来 把它搁起来 真的遇到这些比较突发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马上来救人了 是 这里也要主持人教我们的听众报告 这个叫声抛华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大家做一些介绍 第一个叫就是叫救命 我们看到危险的时候 看到有人溺水的时候 我们要来大声呼救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大声呼救 有时候会引起路人的注意 有时候刚好旁边有救生员 救生教练 或许热心的民众引起注意 更多的人来帮忙 第二个叫就是要打电话 叫救援 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尤其在一个人溺水的时候 他是处于非常危险 有时候我们为了要救人 有时候我们也会变逆者 所以这时候要特别的冷静 我们可以打110 我们人民保姆的电话 119 这个也是我们消防的电话 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就是118跟112 诶 什么是118跟112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里关 我们海边有两个兄弟 这个就是我们当舟的兄 还是一个布地帝 这个当舟的布地帝 沿海这个部分 有我们的海巡弟兄 在那里驻守 其实我们现在海巡弟兄 对这个水域抢救 也都分裂非常精实 所以我们在海边 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卡到118 海巡服务专线 他们第一时间 也会派出水性的救生丸 来来来 我们太救了 是 所以如果说是在海边的话 对 大家除了说110 还有1191 也能卡到118 没有错 今天学起来了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12 这个部分 也是大家比较民众 比较不熟悉的部分 这就叫做手机救援专线 那有什么作用呢 一般我们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可能在基地台 比较没有搭设那么的绵密的地方 有 有在那要卡电位 没有讯号 没有错 手机收不到讯号 这时候 麻烦你可以播112 这时候 它就会进入一个语音 是 告诉你 报案请按0 救灾 救难请按9 这时候 那根据你的需要 按0或按9 都可以转到当地的消防局 以及警察局 太棒了 所以平常是我们只知道 卡这110 119 都不知道 还有112 跟118 没有错 今天真的是学到非常的多 尤其你说 我现在有点 比较高的地方 是 比较高的地方 手机 明明就很紧急 要卡电位来救人一下 哇 手机没有讯号 怎么办呢 没有错 这个时候就可以打112 对 那在海边的话 我们这个海边 有很专业的一些救难人员 是 可能 搞不好比这个 消防队还要再更快 当然 哪里进 哪里呢 就可以救援快一点 没有错 所以118 这两个电话呢 请大家赶快记起来 对 没有 李理事长 一定有英雄 是 因为我们在看新闻 消息的时候 除了说你说 夏天现在逆雪的事件 特别多 另外 还有一个 有的人 可能是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还是说看同学 掉到水里面去了 在发救命 很多人不顾一切 也都没在告 自己会有油烟 还是不会有油烟 普通跳下去 有 结果造成更多不幸的事件 没有错 在这边 也可以来分享 在前几年 发生在我们嘉义 山区的一个案例 就发生在我们的梅山乡 这个 就是一个家庭 他一个爸爸妈妈 带了一对姐妹 来到我们的梅山 一个民宿 要来游玩 很不幸 就在民宿 接近民宿的时候 我们一个小妹妹 不小心掉到水里面 当下她姐姐看得很紧急 二话不说 跳下去救她 她的爸爸妈妈 看到两个女儿 都在水里面 也是奋不顾身的 都一起下去 但是结果 最先掉下去 那一个小朋友 她自己游上岸 结果 她的姐姐 跟她的妈妈 跟爸爸 不幸溺斃 这是一个非常 一个非常 很心碎 对 没有错 伤心的故事 如果说 当下她可以 就是说 运用这个 所谓的 叫叫声泡滑 我是觉得说 应该 不会 有这么一个 悲惨的一个 就是结局 对 本来是一个人 溺水而已 结果 大家没有学好 一些救人的方式 然后呢 赶紧就跳下去了 那有时候 就像理事长所讲的 有点你可能会游演 但是你不认识 要来救人 没有错 反而被溺水的人 给拖下去了 这个都是我们经常 会看到的一些 不幸的事件 所以要 拍一件 不幸的事 我们就是把这个 叫叫声 泡滑 把它搂起来 不然是说 我们自己搂起来 我们还要分享 给周边更多的人 一传十 十传百 那希望呢 在全台湾 全世界 都可以呢 跟溺水事件 说拜拜 反而希望这样子 对 你刚才说到 第一个叫 大声呼叫 是 第二个叫 就是要呼叫一下 110119 卡电话 是 所以大家看 是 这正能的动作 都不是 马上跳下去 是 再怎么紧急 也绝对不能够 很莽撞的跳下去 那第三个 伸 是要伸什么呢 这个伸 各位听众 绝对不要想说 伸出你的元首 不是哦 是利用所谓的延伸物 我们延伸物 有可以找得到的竹竿啊 木头啊 可以这样子的一个物品 让我们的逆者 可以抓到 之后 把它拖回到我们岸边 再慢慢的 把它拉上岸上 绝对不要贸然的 伸出你的手 对有时候 你就会被它拖到 水里面去哦 是 当然理事长在跟我们说 如果说这个时候 是很多人的话 是 那力量更大 当然 那也是说竹竿啦 还是说什么东西 可以 放出去 伸出去 可以让它抓得到 更多人抓住 因为有时候溺水的人 他的力量是很大的 对 有点一刮 可能给你刮下去 对没有错 好第三个伸呢 就是利用延伸物 周遭竹竿 树枝钉钉 就地取材 没有错 那第四步呢 是抛 要抛什么呢 我们可以抛出 其实现在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政府 在一些沿海 虽然它是所谓的危险水域 对 不过它还是会避免意外 会放了一些所谓的抛绳带 救生圈 对 当然我们可以利用 这样可以浮在水面的一个器具 抛出去 让我们的逆者 可以趴在上面 等待救援 这是一个延长救援的时间的一个好方法 是 所以第四步呢 是抛 是 那第五个部分就是滑 要滑什么东西啊 这个大概 我们就是会在属于 可能比较在港边啊 岸边啊 它有一些大型的一个扶具 当然这个我们在这边做宣导 但是我们并不鼓励 我们这么做哦 因为它毕竟还是要下水 当有慌张下水 不小心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翻覆过去啊 也会造成第二个逆者 对 所以第五个步骤是真的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而且是你有把握的情况之下 虽然说李理事长是一个潜水教练 也是一个救援的专家 所以我们知道那些技巧 那我们就可以用教教身抛滑 第五个步骤 当然你说 我们的紧急救援的五个步骤的同时 也是在抢救时间 没有错 等待呢 包括消防人员啦 一些救难人员赶到现场 那可以先有一些前置的作业 对 让这个溺水的人 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紧急抢救 所以呢 这个是救逆五步哦 大家快点记起来 叫叫声抛滑 好 另外呢 我们今天除了说 大家听我们的收音机 锁定FM92.3加勒电台之外 我们有现场的直播 直播呢 还有我们救逆跟防逆的一个看板 那现在在我们的脸书上 也感谢很多朋友收听 再收看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脸书粉丝团 那那铁粉 也请大家可以帮我们按赞分享 还是留言一下 哎 我有看到了 邱家庆还特别给我们按一个赞 给我们的吕吕市长按一个赞 是 感谢 请大家持续给我们按赞分享 因为我们希望呢 可以把这个自救救人 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都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学起来 好 这个是我们救人的保护 是 对不 再来 还有什么要分享 让我们听这种朋友 我们抢救之后 当然我们也要预防 预防就是我们大概有所谓的防律十招 是 大概就是针对 有十个重点 来给各位的一个听众 还有我们的脸书的网友 做提示 是 当然我们今天邪幕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介绍 那我们就针对比较重要的一些 来给各位 做介绍 当然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要去找一个合法安全的一个 细水的环境 是 那小林要问一下李理事长 什么是合法安全细水的地方 这个 我想我们沿海这么 就是我们海岸线 其实也算蛮辽阔的 有我们的布袋跟东石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的 沿岸的问题 地形的关系 所以比较不适合做一些水域的活动 那目前在嘉义县 我推荐 合法安全的地方 大概就只有游泳池 因为只有游泳池 目前来讲 由我们救生员 住手在那边 第一时间 如果发现我们的泳客 有任何的一个危险需求的话 他可以马上 把我们的泳客 把我们的一个 就是说在游泳的人员 立即救起 是 我们都不需要 卡什么110 119 112 118 因为现状就有救生人员 在守护我们的安全 没有错 所以最棒的地方 给大家 很放心 来生水人 来游泳的地方 就是合法的游泳池 没有错 但是旅理事长 常常听到 很多相关的单位 政府单位也好 都在宣导说 不要到危险海域 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不会啊 这海很漂亮 客厅很漂亮 而且看起来风平浪静 没问题 那可能本来呢 先从海滩旁边 先来散步 感觉很浪漫 慢慢的就越走越深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发现危险 所以以你的专业的建议 是说海滩旁边也好 只要没有救生人员 都不建议大家 进到水里面去就对了 没有错 这个常常我们在讲 密境就是险境 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是密境 人间的天堂 这有时候必须要 泼大家冷水一下 人间的天堂 表示也离天堂不远了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只要是水域的部分 尤其我们对于 户外的一个开放性水域 我们不知道它的水深 不知道它的温度 有时候冒然的下水 其实都会引起 非常危险的一些 有可能溺水 有可能脚抽筋 有可能心血管疾病 突然发生 太多太多的一个意外 都有可能造成 不可抹灭的一个 就是遗憾 我们经常也看到一些 不幸的事件 是说大家看 客家旁 海旁啊 还是说去溯西 没有错 有点可怜 爸爸妈妈带孩子去 那边有水 哪里有鱼啊 要来捞个水 本来可能只是用一个网子 用个塑胶袋去捞 后来感觉天气那样热 不然膝来浸一个水 然后就越走越深 甚至有时候它的高低起伏 现在看起来浅浅了 但是可能怕 半公尺一公尺 变成是很深 没有错 那就因为我们不了解整个水性 那也没有相关的救生人员 就因此发生一些憾事了 对 发生意外 所以只要呢 没有救生人员的地方 欢迎大家 记得一个原则 我们就是不要浸到水中 没有错 除非说有很专业的教练 很专业的救生人员 可能呢 跟着我们一起去 对 这可以 那我们也了解整个水域的状况 例如李理事长在讲的 像我们现在当社 渔人码头 是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合法的 一个可以水上活动的地方 对 休闲活动 它有一个专门的 让小朋友细水的地方 是 它就会有一个专业的 那个所谓的救生员 在那边看管者 对 好 也再次的感谢 你看很多铁粉都赶人按赞 谢谢 也请大家帮我们分享一下 冯博渊 林凯翰 林吉泰 谢谢 感谢 大家一起来学自救跟救人的方法 谢谢 好 那刚刚理事长呢 跟我们讲到说 再来要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一些预防的方式 那预防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防逆时招 是 有哪时招呢 这个时招 除了我们所谓的 要选择一个合法的 安全的地方 当然我们要避免跳水啊 那再来就是 湖泊的跟外面的河川 它的地形变化大啊 也是一个危险的水域啊 那当然 再来我们也避免落单啊 有时候一个人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如果旁边有民众 有你的同伴 可以在第一时间 叫叫身抛滑 把它运用上 或许可以捡回一命 是 再来我们的服装也很重要 尤其我们去游泳的时候 当然建议 要有专属的服装 就是泳衣 还有泳裤 不要贸然的方便 穿着所谓的牛仔裤 就贸然的下水 对 也要跟主人报告一下哦 一件干的牛仔裤 大概600公克 可是当你遇到水 它会吸水 就可能变成两公斤哦 会升至三倍 所以等于是在水里面 你根本就是抱了一个婴儿 在身上那样的重量 本身游泳 它就是一个很吃力的运动 再加上你看游泳裤 加上我们的牛仔裤 帮你牵绊着 其实你就会更消耗体力 更容易抽筋 是 所以从事一个安全的 一个细水工作 还是说有的人去潜水 好在一些合法的水域 做潜水啊 做游泳 绝对要注意服装 对 我们服装一定要配合 没有错 适合游泳的 对 适合细水 那材质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怎么说呢 像最近也有听到这红胎的消息 是 千万这个时候 就不能去海边 去山区 是 不能说要去看海影 有几米罐 不注意 我们就去海灵王 请去做惊喜 对 再来山区 现在土石流也很严重 所以 我们要收听我们的气象报告 所以注意我们的台风状态 山区海边 尽量不要去 环境天气不好的时候 尽量可以 我们就不要往山区跟海边 尽量待在室内是最好的 除非说 一些 本身他的工作可能要救灾救难 跟我们的旅旅市长一样 我们当然 因为工作的关系 必须要去一些危险的地方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 就千万不要一个 看热闹的心态 当然 大家说红胎 千万不要去海边 但是每次一些管理的人员去到那边 一定有很多观光客 没有错 去看一些海狗浪 对 看过 哦 这海岩有够漂亮的 但是一不小心 可能这个海浪一坡一坡上来 对 就把很多人卷走了 没有错 这个曾经发生在花莲也好 在我们的台东也好 都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对 这个呢 也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都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那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还有最后一点 万一不小心掉到海里面去 一定要冷静 而且有两个技术一定要学会 怎么冷静 如果我真的掉到水里面去 一定很慌张 要怎么冷静 这个当然就 待会我们会去 在平常的一个 游泳的一个技能的训练 其实有很多案例 他后来会获救的原因就是说 当下他用了所谓的水母漂 以及氧漂 是 然后拖延他被救援的一个时间 等他救援把他救起来 对 这都是成功的案例 很多人就是因为坚重 是 然后结果呛水了 呛水 对不对 那水呢 进到身体里面去 没有办法呼吸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失去了 可能黄金的救援时期 没有错 所以一定要冷静 我一头对理事长给我们讲 我们要把基本的 也像很多人啊 可能油腱经理 还没问题啊 但是可能抽筋 没有错 还是身体的状况 发生的问题 都有可能 因为经常也看到很多的事件 是说 自己对自己太有信心了 没有错 结果反而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 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件 所以呢我们要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就把这个自救的方式 例如你讲的水母飘啦 养飘 还有养飘啦 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还有补充一下哦 如果我们的民众 对啊 相亲去从事所谓的开放性水域哦 是 一定要记得穿戴救生衣 哦 这个是非常重要哦 尤其很多的钓客 啊 其实我是建议哦 如果在钓鱼的时候 把救生衣穿上 万一真的不小心 对啊 跌到海里面 钓到水池里面 其实它是可以真的保命的 这也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 没有错 很多人可能在搭一些水上的设施 是 独木舟也好啦 还是有一些那种游览的船啦 是 基本的规定都一定要穿这个 呃 救生衣 是 还有像这种海客也建议穿救生衣 对 不过有人就说 啊 天气有够阻的啦 是 不会啦 不会什么事情 发生啦 但是我觉得很多就是我们做好一些 最好的防范 对 最基本的一个救命 对 这边也可以刚好来分享一个案例 对 这个在两年前 我们在我们的北台湾 对 曾经发生一件 我们的一个女大生 她就是搭乘所谓的水上摩托车 嗯哼 结果在一个甩尾之后 发现那水 那个女大生不见了 啊 被甩走了 被甩走了 那当下可能业者也没有很注意去 特别去注意 对 就等到他到案上了发现 哎 这个女大生不见了 怎么会减着呢 对 然后他们当然出动所谓的 那个水中啊 空中去寻找 对 就在21小时之后 找到那个女大生 啊 21小时 对 又经过一个晚上然后找到 大家都会想说 啊那大概可能没有机会 对 她是很任何庆幸的就是 那个女大生还活着 哦 那她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她穿的旧生衣 哇 所以说呢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没有错 做好万全的一个 是 准备的工作 是 那有的时候就是刚好碰到了一个意外的事件 没有错 而保住了你宝贵的生命 没有错 没有错 嗯 现在暂停后很多人可能也都会到海边啦 什么香蕉船啦 对对对 还是独木舟啦 没有错 潜水啦等等 那必要的装备 我们一定要把装备做齐全了 别怕麻烦 对 也别怕弱 安全是最重要的 谢谢 好 现在时间呢 是12点46分 来到现场的是咱家里关水上救生协会的理事长 吕文正理事长 今天也除了说 听了我们的蜡蜡 FM92.3之外 我们还有脸书直播 所以呢 欢迎大家 如果呢 手边有手机 或者是有电脑的话 都可以直接来搜寻快乐联播网 进到我们快乐联播的脸书 找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帮我们按赞分享 希望说越来越多人都可以能掌握 并且学会整个救你 还有防你的安全措施 让快乐细水都可以非常的安全 那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来跟吕文正理事长聊 现在要吃鱼吃哪边的 要吃挪威的 要吃挪威的 挪威轻鱼哦 对 离北极很近对不对 第一个男 对 第二个没有工厂 第三个游客非常稀少 也几乎没有住人 那我无家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 吃鱼你要买对地方 对 轻鱼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日本有 台湾有美国有 为什么只有挪威轻鱼最好吃 海域干净 第二个 它的温度 海水温度 它是零下的 对 冷 那虚子它也是在生存啊 它预寒 它长脂肪 所以它的肉一只 它稍微油油 好吃好吃的哦 它的DH含量很丰富 美国轻鱼大概只有五六% 台湾只有两三% 是 鱼有含量哦 你知道挪威轻鱼几%吗 二十几% 五六杯 所以你怎么就吃虚油 你吃鲜鱼就好啊 是 鲜鱼就是挪威 最高品质 第一首选 嗯 你吃了怎么 失智症预防 是 对肺庚也很好 对对对 你以后孩子发育 要去吃鱼 有什么 帮助脑部的发展 有人说 不知道有好料理吗 妈妈听到 有点听鱼这些料理 是 我们这是薄言 是 不太渐 稍微渐而已 料理很简单 可以烤 可以煎 还可以炊 是 还可以油炸 最好用的在哪里知道 最后家的你知道 炒饭 鲜鱼炒饭 它的油脂也非常多 对 炒出来饭非常好吃 又香 我们今天鲜鱼 多少位 多大 三百克 三百克 有头有尾 这便当 给孩子带去学校 对 打开 又好吃 又健康 又省钱 我们说这样 这么好吃 真的假 没概念吗 是 吃吃 一样可以试吃 我们今天当中几位你知道吗 九尾 总共有九尾 一尾都是三百克 三百克 三百克 而且你收到的时候 已经帮你调味好了 是 北来也都给你清清 煮起来 拍吃 原价退回 你去日本料理 每天要吃一尾五百 八百一千 对不对 对对对 很多都给我们配合 重点是价格 是 来 九尾对不对 对 九百九十块 正宗挪威 三百克 我欠一百克 价格 便宜之外 东西要新鲜 妙主妇的系列 赏品代言人 就是郑弘怡 对 又好又便宜 不是嘴巴讲 刚好你吃吃 你就不用烦恼 店员卡进来 先抢试吃 是 注意听 零八零零零五八 五八九 酷八酷酷 酷五百 五百九 清雨 让大家吃吃 来自于挪威 没有污染 吃了最健康 身体没负担 九尾 九尾 纪要九百九 刚才那张总 第一次很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快乐 最好康 让你越来越快乐 快乐 电报榜 欢迎台湾比喻 各位收集听 专台湾上快乐的电台 快乐 联报榜 家乐 公布电台 FMQ2.3 快乐 欢迎台湾 我是小林 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都可以快乐 细水消暑去 所以今天 邀请到 加以关 水上救生协会的 吕文正理事长 来到这部里面 教我们 怎么样来救逆舞步 就是 叫叫 身抛华 还有我们的 防逆 十招 这都是 我们平衡 是知道 可是经常都会忽略掉的事情 只要做好这个 救逆舞步 防逆十招的话 让大家都可以快乐 细水消暑去 另外小林想要问一下 李理事长 因为毕竟我们自己 学会了这些招数 个人的力量 还是很有限的 所以你觉得 以政府单位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结合 像救生协会这样子民间的团体 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 来守护民众的安全 呢 在这里 也要在我们 这部 跟我们家里管政府 是 我们的教育处 我们一个嘉义县游泳 教学资源中心 是 我们要给他 肯定 是 因为他这几年 从102年4月成立 他一直推动游泳教学 以及防疫宣导 其实这几年来 在整个我们嘉义县 的一个国中小的校长 主任 还有老师的 合力的一个推动下 我们106年 我们全国 我们的一个就是 我们的救命事件 是零 零 这是非常不简单 不简单 对 全台湾只有嘉义县 当然别的县市也有 但是我觉得说 那是因为我们首创 我们愿意 在我们整个 在我们的一个县府 现在的一个经费拮据下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在投注在这个区块 在这个区块 来保障 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学童 的一个生命 帮他教导 怎么去游泳 遇到溺水的时候 怎么去治救 我想咱们的一个 奉献 他们的付出 我们是要在这个地方 是给高度的肯定 对 是 所以你觉得说 政府单位跟民间团体 应该积极的 当然 来做一个合作 当然 然后让这个国小 国中的小朋友 是 都可以学会游泳 当然 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现在呢 以嘉义县来讲 已经做得很好 但是好还要再更好 当然 因为目前还没有普及到 每一位小朋友 当然 所以呢 李文正理事长呢 在今年积极的投入 希望可以进入议会 是 然后可以把这个部分 可以再更普及化的 来督促 宪府 可以做好这个工作 那你打算要怎么做呢 我在这里 我想 我们管政府已经跨出第一步 是 当然 我们来当年参务 我自92年 就接这个救生博会 到净 我想 我们也要做很多 行动的空间 对 包括 我们真对我们的中小学 我们的同学 我们虽然 我们有很好的防御宣导 不过我感觉 实际的操作 还有成长的空间 当然未来如果希望 让每一个同学 每一个中小学的一个学生 都能实际去 学为自救 防御这样子的一个区块的一个技术 就好像我们骑脚踏车 这么的普遍 我想这个可以大大的提升 我们的游泳的一个技巧 那当然在我们的民众 民众版方面 我们希望就是说 尤其沿海 我们很多的一个从事 我们渔业的一个乡亲 对 本身其实我知道 很多还是不会游泳 那我们希望透过 社区的一个就是连结 包括我们就是 我们东石乡也好 我们布袋镇也好 我们的乡镇 我们的镇公所 我们的乡公所 怎么样来结合 举办 我们一个体验营也好 自救营也好 大大提升 我们乡亲 对一个水域活动的一个自救能力 所以这个也是你希望 在今年可以进入到议会 为所有民众 所有的学童来做的事情 当然 我们不只帮我们的一个民众来磨福利 来争取经费 争取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建设 当然我觉得 保障我们乡亲的生命财产 也是我未来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是 那我知道呢 旅理事长呢 在每一年都会呢 配合到学校去做一些防腻的宣导 没有错 你说现在可能你会好好坐得不错 但是说真的 向晓琳自己在办公室 很多可能上班族本身呢 他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如果说有一些社团啦 公司行号啦 还是呢民间的一些需求 甚至是有一些学校啦 可能搞不好还没有排到课程的 他也很积极希望可以有这样子专业的人员来协助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加一些水上救生协会来寻求相关的资源 当然非常的欢迎 可以打电话到053623080 这是我们协会的一个服务专线 当然也希望更多对水域有兴趣 想来体验这水域的一些活动 都可以来跟我们接下 我们都非常愿意为大家服务 然后营造一个非常安全健康的一个水域活动 所以有需要呢相关的一些服务资源 或者是呢需要我们吕理事长为大家服务的地方 尤其金尼呢我们投入了我们嘉义县议员的选举 所以要来寻求我们吕文正理事长的一些服务的话 都可以直接脸书留言也可以 还是打电话到我们的协会都可以 那今天非常的感谢嘉义县水上救生协会的理事长 吕文正理事长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安全的守则 谢谢理事长 谢谢大家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快乐云嘉南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